特别注意,我今天类别跟物件 实际上这个地方,我们前面有提到 我要把这个FRM 把它宣告变成一个物件 那这个类别部分我就利用什么呢 APU,我自己本身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Extence Frame的这个类别 所以我把它变成一个New 一个新的 实际上New之后的话 后面 我的来源是从APP本身 那后面前面这个地方就指的是一个物件 那类别跟物件最大的差别是说 类别只是一个蓝图 蓝图 蓝图就是说它还没有真的变成什么样子 那物件的话呢 就是它是一个实作 它是实体可以运用的 那你会发现呢 因为APP是八之二这个地方 它是Extence 是继承Friend而来的 有没有 所以呢 它这两个都是类别 类别就是虚的 它还没有真的变成一个实体的 这个就有点像猫好了 猫这个概念是虚的 因为猫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那猫 如果你要变实作 它要真的有一只黑猫跟白猫 这个就变成一个新的 比如说我把猫定义出来之后 但是我不知道哪一种猫嘛 那如果黑猫白猫 这个就是所谓的物件 那另外就是说 黑猫白猫 黑跟白 它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颜色 那它要长得黑跟白 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呢 implements 就是让它的外表长得像什么 外表 那它长得像什么 实际上这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定义它 那这个地方 这个implements 其实不是很容易一下就可以懂的 那这边呢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看 在18-3这个范例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做法呢 是直接继承这个frame 然后去implements 直接产生一个 因为我们要针对frame去做 这个背景的改变 背景的部分 所以是从frame来做implements 是从这个地方 所以implements是一个 exchange lesson 也就是我要改变的是frame 那今天呢 我可以换一个方式就是说呢 我不要用这个frame的方式来做 我再来这个地方 我再来就是讲一个 定义内部类别 那这个方式比较 比较常常被使用 就是用定义 我自己定义一个内部类别 当成什么呢 请听者 listen 那这里的话 特别注意说 前面的部分 我也是把这个frm 我先宣告一个frm的物件 成为一个new的一个frame 然后它的title部分呢 就是action event 那另外一个button 前面两个 再来的话呢 我在这个button里面呢 要去加入一个什么呢 action listener 然后呢 这后面有个特别注意 这个就是我内部自己定义的 叫做new一个什么呢 action l is 那这个东西在哪里呢 在底下 我们底下的部分 在这个地方呢 就一个 act l is 这个是我自己定义 那我要怎么样 在内部再定义一个新的class 就class里面还有class 就是类别里面还有 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在写VB的时候 在里面再定义一个 有点类似一个function 有一个像 可是又不像 又比这个方法 跟这个函数还来得更 可以做更多事情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个static 的一个class 那它的名称的话呢 就是我们new的这个名称 但是我这个地方呢 必须要去实做这个界面 implement什么呢 action listener 也就是我今天的程式部分 是在这里去做动作 然后底下的话才是 public void 去做刚刚那件事情 里面的话action events 也是这个跟刚刚 程式完全一模一样 只是说我做的地方 原来是放在哪里呢 原来是放在 我的程式原来是在 这个 在这里有没有 那现在的话 我是建立一个void的方式 去做一个实做 但是我实做 这个地方呢 倾听者是在frame frm上面 那现在的话呢 我把它 再建立一个什么呢 内部的 第一个内部的一个类别 才去实做 所以方法上面 不太一样 可是结果却是一样的 那这边的话呢 把这个改一下 本来是frm 在frm的这个物件上面做 那现在把它改成 这个new一个 特别重要是new 前面多一个new 然后呢 直接在这里的话呢 去做什么呢 做的时候是 从这边class 那这个class 因为我是 用它去 产生一个界面上的变化 所以必须在后面 加一个imple 这个implements 然后呢 action listener 是在这边去做动作 那程式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哦 一样哦 把这个 这个程式部分呢 先输入 那当然这地方 我们来实际上来看一下 直接直行来看一下 那这地方呢 我在按click的时候 因为listen呢 不是在frame 而是在哪里呢 而是在这个内部的 这个类别 所以我把它点下去 它就自动程式会跑到这里 并且把这个 我的background呢 把它改变 把它改变 那现在按这个叉叉 没有做用事 因为我这个地方呢 没有 什么来 没有listener 也就是我做这个动作呢 没有人去接嘛 没有人去做那件事情 所以这边当然 我们上一次上课 也有提到 怎么把它加入close 这部分当然 你也可以把它试试看 那这里的话 最大差别 特别注意就是说 在这里 第一个呢 我要先建立一个什么呢 内部的 类别 直接在底下建立一个class 那它class的名称 你当然可以制定 那因为是它要去改变界面 所以必须implements 然后呢 Action Listener 底下就做 我刚刚要做的事情 那 这个Listener呢 来源 就必须把这个 按的按钮丢给它 它去实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想你们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以下 大家好